OK 這邊第一場比賽要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的一個戰術布局 而且...好 我等一下再講好了 我覺得他的... build 是有一點點問題 這又中BUG了 到底這個地圖的BUG什麼時候才修啊 然後紅隊是倒著一個人從正門走 藍隊則是全部都從正門走 所以他們就是... 這邊可能要來做一波攻擊喔 他們是用了一個隱身啊 並且這邊好像是對方沒有發現喔 所以是都已經往中場來做移動 那點上現在只有一個戰士在 就...我們的... RM 那他現在是... 直接開出了大招喔 但是他這邊血量是已經剩下一半喔 然後隊友是打算回來幫他 就看他可不可以撐到隊友回來 結果他... 看起來這個血量掉的速度其實沒有... 真的非常快喔 所以他支撐了還蠻久的 然後隊友是已經過來了 那並且這個Sizer現在是進場在秒對方的戰士喔 這戰士直接被帶走進入個倒地狀態 剛剛是用了這個F1偷來的技能 那並且直接被插掉了 所以反而是這個... 紅隊的攻勢並沒有達到任何效果 然後並且還被這個收掉人 不過他們由於加點是直接... 開下來了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這個... 紅隊是有持續在跳分數的一個狀況喔 那中場那個Sizer是趕過來支援的 那個戰士血量很低喔 那他是瞄準對方的攻城 但是被個大炸彈給炸了出去 但是攻城這邊血量其實還蠻少的喔 還蠻少的 那他是... 想要大炸彈來把人炸出去 那隊友也斷血了 那Sizer他現在是打算要進場把這個攻城秒掉 利用這個劍槍3是打算把它收掉 但是剛剛被暈了一下 並且用這個... 治療塔是把血量抬起來了 那變成他們現在少了一個人 所以可能是要... 打稍微... 安全一點啊 那他們的守護是打算直接衝上點 但是由於對方其實是有遊俠在做防守的 所以這邊可能就... 沒有辦法做一個良好的攻勢 他們可能要先等這個斷線的人回來喔 那並且這個... 這個工程師是過來推這個遊俠 但是可以看到他的血量其實掉得非常非常快啊 那他是還有這個藥劑槍可以補血啊 但是Sizer現在進場 那...他應該是躲不掉了 這邊放下了他的盾牌 擋了一下但是還是被收掉 並且這個... 藍隊的... 對... 這邊... 藍隊他們是打算打這個賣點喔 然後在這邊是一個2v2的狀況啊 並且遊俠也是這邊血量很少 被一個定身定住然後被大錘暈住 這邊可能要直接被接到死喔 只剩下2000滴左右的血量 那這邊是終於倒地了 那...隊友在旁邊很快救他 所以是沒有被擦掉 這邊成功的被救火了 所以這個點仍然是沒有被踩白 所以這個斷線讓他們被拿了蠻多的分數 那這個遊俠他現在是在點外等待這個狀態回復喔 然後並且藍隊也是選擇撤退了 並且Sizer是一個人死在這個keep下面 所以現在也沒有人可以幫他喔 變成造成他的隊友也是在這邊少打多的狀況 那他用一個翻滾是閃掉了大錘F1喔 並且這邊是撤退回這個加點的狀況 但是加點的這個戰士是被推白了喔 剛剛這個RM是加點被推白了 所以現在分差是已經來到了這個100分左右 但是這攻城是被RM單殺了 所以這個henge點應該是可以拿回來 那keep的狀況這個Sizer在這邊是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那並且他的遊俠隊友血量也是很低 大臨時還在CD當中 所以這邊是沒辦法把他救活 但是他先把對面的倒地殺掉了 對 那並且這邊守護也是被打到倒地耶 所以看起來這個RM一回來這一波攻勢 看起來是很有機會的 那並且守護血量很低很低 這邊這個無敵還在CD當中喔 所以直接被打死 那旁邊隊友沒有嘗試再救 因為周圍都已經只剩下敵人了 所以keep要被藍隊給拿下來了 那現在紅隊成員他們是在家門外面 在等待隊友復活喔 因為他們要做一波regroup 這邊那個推點工程是又來到了henge點變耶 這邊是成功的把henge給開白了 所以目前藍隊又沒有任何分數進張 但是這邊這個藍隊成員是過來做防守 所以應該是瞬間就要把這個工程給秒掉了 那他用了一個這個隱形的combo 身上有個六成的流血在跳喔 所以我們目前暫時還可以再撐個幾秒鐘喔 那其他的成員現在守護是要趕過來這個點座資源 其他人員是往中間做移動 那他是終於被打死了 並且中場的這個遊俠持續在被戰士暈鎖當中 他直接開出了大鱗 直接開出了大鱗喔 那並且 對方還是在盯他喔 那他現在 對方的戰士血量也是很低喔 戰士在這邊是打算後撤喔 稍微撤到一個安全的位置 那並且跟遊俠兩個已經是 就是一起逃走了 那他們現在是往henge點做移動 那這戰士好像跑不掉了 直接在keep下面被收掉 那所以現在 紅隊是沒有做一個很好的攻勢 而且這個 推演工程在對面加里斯 又再度倒地 他還沒 他還沒倒喔 死的是守護 喔喔抱歉抱歉那是守護耶 看錯了那 這邊 這個點還是一個開白的狀態喔 那並且他持續在點上做翻滾 這邊放了要機槍 我可以稍微補一下血喔 那他就是一直去推白對方的點 然後擾亂對方 拖一點時間喔 但是這個賣點也是被開白的情形 所以現在反而是紅隊沒有分數喔 並且這個戰士在這邊PK 然後遊俠是趕快做支援了 那這個 對方的盜者也是回來喔 放下了偷切來的技能 然後並且持續在鎖定對方的戰士 這戰士要倒地了 那隊友嘗試在救這邊用了一個大錘士 稍微暈了一下 但是 還是被擦掉了 所以這個被擦掉就非常關鍵喔 會讓這個遊俠在這邊一打二 所以這個賣點應該會由紅隊給拿回來 那並且那個推演工程是逃走了 然後並且要 要往中場來做移動 應該會把中間給推白喔 不過這個藍隊的守護是已經趕到了 那就看他們 就是誰會把誰先推白 那這邊塞的是進場 在瞄準對面的守護 什麼叫做誰會先把誰推白 就是這個 藍隊的守護可以把那個點捍衛住喔 那這邊塞的持續在點上放這個短攻的LE輸出 並且 就是要找機會來進場 這邊是切到了近戰武器 要來 瞄準對方的遊俠喔 但遊俠用了這個閃避技能 是沒有中他的招 變成守護是先行倒地的 我感覺這個塞的劍槍傷好像 這個 命中率有點低阿 他剛才是 要去斷那個大雷 對 我的意思是說他整場感覺啦 然後這邊 兩邊的成員血量都很低喔 但是這邊這個 這個 戰士是又是倒地了 那邊也持續在對他私底進行DPS 然後 盜賊在旁邊 抱歉 這遊俠在旁邊也是被那個槍邊甩到 直接倒地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 RM一連回來之後這個整個 攻勢就由 藍隊給掌握住了 那現在這個塞的過來 是瞄準對方的這個盜賊喔 兩邊展開一個工坊 不過這邊由於 對方隊友其實很多阿 然後結果那個賊過來 想要秒塞的結果 反而是被反打一波 現在血量很低 是縮到後面開出了 所以有複局隱形的 蠻賺的喔 因為他 他那個 情況 塞的應該是不肯 去追然後他就 直接就騙 直接撲上來 對 對算是騙掉一個share refuge阿 這邊過來打算要來偷boss喔 這邊看誰會把boss拿走 結果還是被這個紅隊給帶走 並且塞的血量很少被暈住了 這邊進入個倒地狀態 這有點 躁進阿 對這有點送喔 那並且這邊這個推點工程 又是過來把這個 恨舉點給推白了 不過他現在血量有點低 剛剛交出了治療塔 然後並且放下了大炸彈 這邊就是成功拖了兩個人在這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這個紅隊的分數稍微領先一點喔 但是這個點就是藍隊即將拿回來 那這邊就看這個紅隊重整之後這一波攻勢喔 那現在盜賊是打 現在keep這波戰鬥很重要 如果藍隊可以守住的話 那個 他們分數就會反超 對 因為那個篩者已經去開白他們的邊點了 所以目前是 紅隊是沒有分數進帳的 對 那 紅隊一開始在終點 這一波 是有一點這個 多打掃 因為 加點他們是花了兩個人 處理那次工程 所以看 這邊終點一開始是四檔二的重點 但是那個阿子龍用大靈把自己救了 所以 現在三點了 對對對應該是 沒有問題 應該可以拿下 對 因為反而是紅隊的遊俠要倒地 並且大靈在CD當中 兩邊的遊俠在互尻啊 那個自救滿關鍵的 如果 阿子龍沒有用大靈把自己救活的話 可能 這一波會戰可能會輸 對 可能會輸 結果現在兩個邊點被開白了 但是由於終點還是藍隊的 那並且這邊 這個中場已經是 要被滅掉了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藍隊可以 不過兩個邊點都被紅隊給拿下來了 這邊 他們沒有機會把中場 開白的話應該是 輸了 但是中場現在 只留一個遊俠在那邊 那現在旁邊這邊是 盜賊跟戰士在這邊單挑 但是旁邊都有隊友趕過來 所以是一個2v2的戰鬥 然後 紅隊又有人來支援 但是這邊這個遊俠 抱歉 這個盜賊 他基本上是 剛剛被一波連控 其實這個 還蠻傷的喔 血量很低 所以是直接撤退 他打算去看中場有沒有人 但是中間由於遊俠知道 這個點絕對不能被開白 所以他就是沒有動作 所以這邊在 他在10秒內沒有把這個點給開白 應該就是輸了 這邊看起來好像是放棄的 所以就是恭喜這個 Cheese Mode拿下了第一手 有點接近啦 對啊 因為 ROM一開始掉 那個斷線喔 斷線蠻久的 可是這樣就知道這個 實力的有點差距喔 等一下這 這個觀眾應該是外國人喔 他 他來打了keyword 想抽獎 結果發現沒什麼提示 OK這邊是來到了 第二張地圖 這 這個 藍隊的守護有點嘲諷喔 哈哈 他在這個 地圖頻道打GG WELLPLAY 4V5 哈哈 這太嘲諷了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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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也很大你看其他的种族 其他种族那个穿 那个肩膀整个超大一坑 霸气啊这样才帅啊 肩膀没有买 他表示他比较喜欢他这套 对啊 他穿这套很久了 我觉得梦魇的skin蛮好看的 其实这个人类战士穿这样也还行啊 还不错啊 哪个 红队的战士 不会不好看啊 是啊不错啊 没有重点是你伤成预览 那个 因为头不能变啊 不是是 那个身体那个 有点像液体的那个感觉 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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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起来是那种亮亮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行 还不错 ee ok 赶快等下猜猜抽奖了 来去买 久安 这红队现在还少一个 所以我們稍微等一下 這邊第二場比賽要開始囉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的一個戰術布局 首先看到紅隊這個人是四個人開架 然後他們的攻城是直衝對方點 那藍隊則是戰士開架 欸抱歉他是衝中場 他想把中間推擺嗎 那藍隊則是三個成員 現在是往這個對方家做移動 但是由於對方其實是有埋伏 他們是三個人在後面用Share Refuge隱身喔 那過來要來直接把對方的這個遊俠帶走 遊俠現在已經血量只剩下三分之二剩下一半喔 那他的大靈等一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招出來喔 他這邊嘗試利用劍位兩段小逃走 他逃不走變大靈也是沒招出來喔 所以就直接被收掉了 所以看起來紅隊這個開場還蠻有機會的喔 那中...沒有 沒有嗎 這開場用四個人打兩個人阿 但對面又有兩個人回來支援喔 那變成這戰士被定住 然後這邊持續被控場當中 然後變成剛剛是有一個食神流血這邊用了這個 F1是把他消掉但是也是進入一個倒地 那隊友在旁邊很快救 看可不可以上了中毒 所以救不起來 所以這邊現在是一個三打一的狀況 那中場這邊兩邊賊都血量很低 然後可以看到塞的差一點被這個盜賊帶走 現在兩邊盜賊就是進行一個攻防 那變成這邊紅隊盜賊是放下Share Refuge 然後被這個工程師在裡面進入一個隱身喔 那並且把這個敵人炸走 所以這工程師順利的被救活了 並且塞的血量很低 這邊交受補血 然後也是用了一個Share Refuge隱身 這邊是反打了這個倒賊一撲 他中了一個劍山造成6000多的傷害 這邊直接又再度被打到倒地 那所以現在紅隊這個...是檢員一名喔 他剛剛塞的隊他屍體甩在槍邊 有這7天多的傷害直接把他DP的到死了 那變成工程也是即將找地喔 所以中場... 看嘛我就說那個開場 怎麼會覺得那個是有機會 我以為他們可以一直把對面秒掉 因為他們...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你拿4個人打2個人 然後才打出那麼一點點優勢 就... 因為你中場一定撐不住的阿 你4個人打2個人 代表你們中場是被outnumbered 就是對面的人數比你多 對這邊這個倒賊他是原本想趁機把對方點個開白 但是塞著馬上發現喔 直接瞬移過來 但是這個點看起來還是有可能被開掉 所以...我回到剛剛的話題喔 所以即使你拿下了自己加點 你中點也差不多要掉 就像現在這樣子 對不對 而且...那時候 你看那個cheese mode的rotation 他們...發現那個地方是少打多 他們守護馬上過去補 然後...戰士死以後 遊俠就復活了 就是他們一直用能坦的人 就是比較...這個... 能吃傷害的人過去補那個點 所以那個點到現在 紅隊都還沒拿下來 對...而且這邊... 所以這個開局一看就知道... 嗯... 會失敗的阿 這邊兩個倒賊 所以這邊PK結果有塞著勝出喔 他是把... 敵人打死在這個... 血肉refuge裡面 但是由於對方的人是過來支援了 那所以他現在狀態很差 也是沒辦法把對方給收掉 這邊過來甩槍鞭 但是...還是被救起來 變成他只剩下1000多滴的這個血量 那這邊是放下血肉refuge的隱身 但是他身上有一個燃燒在跳 所以看起來很危險喔 這邊是把補血...補出來 有這個...5000多的血量 那並且對方的工程 在被集火 但是他其實... 治療量... 還蠻高的喔 剛剛是把這個血量抬起來了 那並且在點上持續放炸彈 但是目前紅隊是沒有任何分數進戰的狀況 那並且這個遊俠復... 欸抱歉 這個盜賊復活之後 又是再度盯了 塞著打喔 塞著在這邊剛剛是利用這個... 弓箭的山來斬壁 那並且這邊切到進戰 但是還是倒地了 他剛剛是成功的用這個槍邊的一個... Evade 是稍微擋了一下傷害 但是血量還是太低 所以就是死掉了 那點上這個... 藍隊成員在這邊是... 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的守護是趕過來做支援喔 所以在這邊是一個2打2 那守護就可以來支援他們的戰士 我看到他們一直瞬移 是我在卡還是他們在卡 那中場這邊也是一個2v2的情況 那並且藍隊的... 遊俠這邊血量不太多 但是對面遊俠應該會先倒 因為塞著直接進場抓他喔 那這邊... 也是把他抓掉了 放了一個槍武 那對方的盜賊放了一個削弱 的隱身喔 那這邊成功把他插起來 但是這個盜賊現在血量很低很低 剛剛也是把血量稍微抬高 但是他現在還是一個隱身狀態 所以對面抓不到他的位置 並且他進場也打算打塞著喔 塞著被一個暈住 那這邊是交出了這個... 大招喔 然後對方的戰士法喔 被他用這個F1打死了 變成功的把他插掉 那這邊塞著在中場取得一點優勢之後 是直接過來打算把對方的點採白喔 那並且這個... 他們的加點是又被這個推檢工程給開白 但是他打不贏這個ROM喔 所以等一下應該是會被ROM收掉 不過他因為還蠻能耗的喔 就是用這個資料塔 有一個遊俠要過去放他 所以ROM在這個點是... 這個1打2的狀態 所以ROM也很快的就是回來這個點支援 ROM 並且這個工程... 他們還是一直在打這個工程喔 但是他的這個... 補血又CD好了 剛剛身上有個中毒 所以血量是還好 沒有被抬到太高的一個狀況 那變成一直有這個折磨在跳喔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 轉個火喔什麼的 轉誰啊 場上工程遊俠守護打工程OK啊 哈哈 但是感覺他就是... 補血太能補喔 這邊又要用這條塔 那個補血其實...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他的補血還好 是那個0阿 剛剛那個Kenny... 欸...喔沒事 剛剛...對他Kenny的0還在場上 所以那個每秒480...誰受得了 嗯... 反而是... 這個... 游俠快要倒了 欸...他踩下大鱗就沒有死阿 這邊... 這個大鱗就... MISS掉了 MISS掉了 啊...變成功的被擦掉阿 啊...這個... 失誤了喔 他剛剛...覺得對方傷害可能... 其實這也不算是失誤阿 就對方傷害不夠阿 這個是難免的 嗯... 嗯... 救隊友救不到... 這個...比較像是... 嗯... 救自己救不到有時候那個真的是... 如果對方突然收手... 有可能會失敗 那Siders是被擊火喔 他這邊是放了一個隱形 並且來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來做這個... 短攻的輸出 並且放下這個... 偷遊俠的這個... Waterfield的可以... 回血喔 喔...我看他們好Lag喔 到底是不是我的問題 你的問題 我...我是孫 嗯... 那這邊Siders他是打算要到中場來幫隊友 因為剛剛隊友是倒地 然後他把對面的人打倒 那這邊... 剛剛是用一個DACE斷掉了對方的插旗喔 這邊又再度... 把這個另外一個人也收掉 喔...這個非常漂亮的... 支援 對... 他是先進場然後用槍邊把... 那個殘血的到底甩死以後 然後用一個槍式斷掉另外一個戰士的插旗動作 對... 他的這個招式開得非常的漂亮喔 不愧是我們的這個第一視角高丸塞的喔 那這邊...現在兩邊分數其實有點落差了 並且... 這個紅隊感覺就是... 像其實剛剛那個... 那個操作... 咳... 大家那個... 觀念好一點都... 都... 可以做得到 只是...他的難點難在就是... 切標阿 嗯... 快速的... 換...換標擊這樣 對... 這邊... 這個... 守護來到中場喔 但是... 他也沒辦法殺人 所以他是打算要趕往對面加點來做支援了 我這邊看他們一直盾我... 我等一下... 打完這場... 重開一下好了 可能是這個... 代理有點問題 嗯? 你開什麼線阿? 我開... 東京 我也是順利 不然你... 指點他好了 指點他 嗯...好 這大家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可能... 重開一下遊戲 那這邊這個遊俠剛剛是被戰士持續的暈鎖住喔 這邊血量很少 交出了補血 並且使用劍二兩段做了一個combo 但是身上還有一個燃燒在跳 又被一個暈住 這邊隊友離他有點遠喔 所以也是沒辦法救他 直接被插死了 這中場反而是一個紅隊三打一的狀況 但是他們的守護很快的是... 前往終點來做支援當中 這邊直接開出了法杖四號技能幫隊友補血 那並且他利用了這個跳墓碑喔 直接跳上了這個高台的這個柱子 就是後面來做躲避 現在...藍隊的分數是即將來到500分喔 所以等一下應該是CHISMOD會成功的進擊 感覺這工程師他就是可以一直把對面點開白啊 但是這個... R1是可以單挑贏他的 不過也是在這個隊友沒有來支援的狀況下 但是還是要打很久 但是其實不虧啦 因為... R1他這個build 打團戰也... 沒什麼用 沒有說沒什麼用 沒有大垂長弓那麼有用 沒有大垂長弓那麼有用 對... 就是很多範圍的控掌跟傷害 他主要還是單體的 那... 嗯... 所以擺他這邊... 只要點不要被... 開成他... 對方的顏色 我覺得都還算合理 就是不虧啦 嗯... 不虧 OK... 那這邊恭喜這個... CHISMOD 應該是取得了晉級了 而且我覺得反而是賺 你懂嗎 因為... 他沒有辦法把點推成... 紅色的 然後... 然後... 對他會死... 那他就是等於5分... 送在那邊 只是... 多久送那5分而已 嗯... 對啊...